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只黄头黑色的鸟儿 驻驻在树枝上 它就是小极乐天堂鸟 是保育类动物 可是去年11月 却有一对母女在脸书社团贩售天堂鸟标本 花莉警方在网络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 并假装成买家约在桃园面交 交易金额为新台币4万元 当女子准备交付标本时 警方立即表明身份 并当场查获天堂鸟标本等证物 将两人移送法办 小极乐天堂鸟主要分布在新井内亚 以及附近岛屿 属于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 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 外经主管机关同意 不得买卖或在公共场所展示 民众要提高警觉 避免触犯法律